浦阳县地处华北平原 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黄河下游北岸 玉鲁梁省交界处 暑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全年温度变化明显 春季干旱多风沙 夏季炎热雨集中 秋季凉爽日照着 冬季寒冷少雨雪 雨热同期 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为饲料生产 生猪养殖香肠晾晒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清朝嘉庆年间 第一代传承人魏朝旭 在北京拜师 学会了香肠制作技艺 返回濮阳县城 开设魏济香肠门市 因香肠制作精良 口碑颇好 第二代传人魏四唐 在县城门市之外 又在徐镇镇开设第二家 魏济香肠门市 生意红火 第三代魏济贵 第四代魏震东 第五代魏海林 言尊祖传记忆 魏氏香肠名声 越来越响 成为当地群众逢年过节 走亲访友首选礼品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魏海林制作的香肠 长期攻击 鲍阳县县委招待所 安阳宾馆 第六代传承人魏岳忠 根据市场需求 在徐镇扩建了制作车间 增添了设备 将家庭作坊 发展为魏氏香肠厂 第六代魏岳忠 第七代魏小斌 在魏氏香肠厂的基础上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目前发展为 魏氏食品有限公司 接棒传统魏氏香肠 传统技艺 肩负保护传承使命 魏氏香肠纯手工制作 需要经过 刮肠 剁肉 拌馅 灌肠 晾晒 蒸煮等 三十多道工序 选用杀仁 八角 鞭柜 花椒 石落子等十余种中药食材 选取六成瘦猪肉 剔骨去皮 切成一二厘米左右的肉丁 加入祖传配料 以及适量姜末 盐 陈年酱油等 静置约三小时 代料入味后 灌入洗净的新鲜肠衣 每灌十五厘米左右 用麻绳扎紧 边灌边扎 自然风干晾晒二十天左右 下锅稳火蒸煮二十分钟后 极为成品 卫士香肠 这个好吃 就在这四种油料里边 这四种油料呢 它得必须是四抹来抹 卫士香肠 黑鹤油亮 调感均匀 瘦肉不柴 肥肉不腻 微味悠长 营养丰富 便于储存和运输 兼有建卫礼器之功效 卫士香肠 历经两百余年传承 享誉浦阳及周边地市 先后荣获 中华名小吃 河南老子号 河南名吃等称号 卫士香肠 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 并始终坚持以 诚实做人 精心做事为经营宗旨 在这一程度上 为浦阳食品行业 树立了榜样 促进了浦阳食品产业的发展 成为了浦阳地方知名特产 五年保护计划 一 组织专家 进行全方位的普查 和对传承人抢救挖掘 对其制作技术 流程 技巧 进行录像 整理资料 归类存档 二 成立 卫士香肠文化研究中心 并加强理论研究 编撰出版 卫士香肠记忆 三 老艺人传授制作技艺 结合外出进修等方式 培训卫士香肠高端人才 四 筹建卫士香肠产业基地 涵盖 涵盖原料构进 产品制作 加工配送 终端销售等各个环节 五 建立卫士饮食文化园区 内设卫士香肠手工作坊和博物馆 收藏展示 卫士香肠制作过程 及制作器具和其他历史文物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